大家來的朋友 絕不來絕不來 我所有地方都全都猛鬼 我以前小時候真的就是在鄉野間長大 我比較懷念的是 我爸爸會帶著我 去那種灌溉溝曲的旁邊洗澡 或者是說像彰化雲林嘉義一帶有那種水泉 然後都會下去猛拉 小時候就是會在那邊跳水游泳 這個是大概小時候記憶深刻的一個回憶 我後來擔任的那個林務局的總部員以後 才慢慢的喜歡這塊靠著步道走進山林裡面 但是到山裡面去 除了植物的多樣生態的多樣以外 那當然就是有時候會在高山上過夜 我覺得火這件事情真的是對人很重要 那那個感覺幾乎很好 就像我們跟原住民出去 不管怎麼樣到了營地以後會開始先有一個火 甚至有時候我們在天裡面耕種 他們就會開始先生一個火 不管是驅聞或是幹嘛 我有問過他們為什麼 幾乎每一個原住民就說火 對他們來說就是一種 好像是一個習慣 必須要這樣子做 過兩個彎就到了 真的 什麼 這個說法 我們在三條國家綠道的這個踏勘過程裡面 淡蘭的部分我是很擔心就是 特別是那些老土地公廟 包含張智希露也是一樣 淡蘭跟張智希露幾乎是台灣 我走過步道裡面 土地公廟或是柏宮廟的那個分佈或是座落最多的 可是你會發覺 先明在選這些柏宮廟的時候 他的環境 他的座落的那個氛圍跟場景 跟自然其實很搭配 可是你會後來就慢慢的發現 要很多的這種 更華麗的那種水泥房子出現 就像 在山林裡面我們看到很多 有些人為了耕種 所以把整個山坡弄掉了 種江也好 種菜也好 這個還算其次 另外就是有很多大蛙大田 然後去蓋別墅啊 或是去蓋很多不同的這種工程 那水泥進到這個自然環境裡面 其實是我每一次進入山林裡面 最不想看到的 人家說在自然裡面走路 有時候是一個很好跟自己對話 可是你有時候回想起來 你在那個走的那個 像昨天這樣子走的幾個小時裡面 你自己在對話什麼 其實你都會忘記 覺得就好像每次做夢 在夢的情景裡面 當你醒來的時候 你已經忘了你做什麼夢 我道裡面有一些人文歷史的東西 但是這種東西 有時候講起來又太嚴肅 不過你有時候想一想像 昨天客鄉老師講的 這條路如果是鳥居龍杖 曾經走過的 那可能是百年 或者是更早我們在張之西路 有些是客家人 就是靠山裡面走過的 所以他可能是兩三百年前 先民一樣的踩在這條路上 所以我就覺得 不斷的不斷的有不同的人 這樣子走在同樣的一條路徑上 那我會覺得 這是對我來說 最大的收穫 東八經裡面有一個文字寫到 就是說人跟自然 本來就是同父異母的兄弟 可是有一天 因為這個人的行為違背了自然 所以他們兩個就分開了 這這麼一句話以後 讓我覺得我每一次進入自然 好像就是在回去看我的 同父異母的兄弟 在自然的環境 跟特別是那種步道裡面 我就會覺得有一種很充電的感覺 或許一次 很嘴巴 都會穿 多冰神 我 是 是 少女 誰 剛好